现在很多人在提倡 就是迎亲共处共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很多人会想 我不跟自己小孩住在一起 跟不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 年轻人会想说 我没跟我爸妈住在一起 我跟别人老人家住在一起 我到底要怎么样落实这件事呢 那迎亲共处是真的 有对社会有什么帮助吗 对老人家不会感觉到孤独吗 我们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操作 以及像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到底有些什么好处呢 我们马上回来 当一群大学生住进老人公寓 和长者们共同生活 相互扶持 甚至一起打麻将 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呢 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结合恒安老人长照中心 受托经营的阳明老人公寓 及文化大学 进行亲营共居方案 学生只要定时陪伴长者 每月服务满20小时 就可以入住老人公寓 它是戏剧系嘛 我们两个都是学别人艺术的 所以我们自己就有办读剧的活动 就是让长者可以练习读剧本 然后讲话这样 有一个营养系的同学 那他就会办关于就是做食物 然后怎么吃补身体这样 放电影啊或者是大麻将 教长者使用3C产品 还有那个拼贴画 手作 对 就是可以练习手部的小肌肉 还有做过就是自己做的相反 就是手工相反 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下子给这个公寓 带来了很多的朝气 因为年纪大了 长者住在这个地方 说实在话 生活是很单调 是很枯燥的 那有他们加入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活力 带动了我们各方面都给我们一种改变 我自己对于关怀比较有孤单 然后所以我当初就会觉得说 我希望可以进来这边认识长者的需求 还有就是跟长者交流 而且我其实对于长者他们的生命历程很有兴趣 进来之前我以为说就是 住在这边的长者 可能就是比较不好沟通之类的 但是其实住进来之后就发现 其实阿公阿嬷都跟自己的阿公阿嬷一样 就是很关心我们啊 然后都很活泼很外向 喜欢跟我们聊天啊 我觉得其实很棒 我观念中的老人家可能就是 印象都有那个样子 但其实老人家自己也是有很多个性 然后有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我进来之后才发现 然后就可以办不同的活动 然后让他们参加这样 不同的世代有着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世代的差距难免有些代沟 借由轻盈共居的机会 彼此学习沟通与欣赏 从世代对抗变成世代融合 就是一种进步价值 因为有的时候年轻小孩子 你不问的话 他们就觉得好像不好讲 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会主动 你主动的话 学生就会有一个互动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爷爷奶奶 毕竟年纪不一样 然后来自不原来的地方 有不一样的成长经验 那其实他们每一个都有属于 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在跟爷爷奶奶对话的时候 就是要考虑到 他们所可以接受的语言 然后去跟他们讲话 还有就是交流这样 我跟他们都 每天都很好 看着地面 他们就对我这样 很幸福 都没有打造福 没错 民族阿嬷都一直叫 跟他们在一起 好像觉得我没有那么老 跟他们年轻人 都谈得来说得来 有时候不懂的东西 一问一请问他们 他们都打得错 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桌游 不知道什么叫桌游 后来他们带动了一下 学了一个新东西 再来我们手机 电脑 很多问题不太能解决 这些学生都可以帮忙 所以就感觉 随时会有一个帮手在旁边 随时可以向他们求救 亲民共居 让公寓里居住的人 年龄被拉近了 青年和银法族之间 就像是朋友 彼此交流 互相照应 不同世代 也可以有很美好的互动 彼此不再是平行线 我们刚刚看到的影片 就是亲银共居的 这样的一个 很成功的范例 我们看到这些长辈 或是年轻人 其实相处得非常愉快 而且彼此都感觉到生命 生命有了新的火花 也有彼此的成长 当然狭义的来说 是共居一室 但是其实广义的说 是在社区 大家共同一起来经营 一个亲民共居 这样的一个氛围跟环境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其实指引长 你们现在在做的很多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社区服务 对不对 在提供很多正确的观念 演讲 或是活动 是 我们苏天长文教基金会 在社区上是在做 资源整合连结的工作 其实我们是属于文教基金会 所以譬如说 我们跟天主教师日 基金会跟机构协会 合作做一个叫做 史丹佛大学 慢性病自我管理工作坊 已经在全台湾推了第三年了 那跟我们合作的 都是各个不同的机构 它各有自己的民众基础 所以它派老师来 学习怎么样 回去教导 他们属于他们那边的社区民众 怎么样管理自我的健康 尤其是现在有年纪的人 常常会是多重慢性病患者 多重慢性病患者 如何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 是有方法可循的 所以我们希望 期待用这个方式 来延缓失智 甚至预防失智的发生 因为我们只要把危险因子降低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这个部分我们能做的 我希望将来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就这一个延缓 跟预防的这个主题 可以跟大家再讨论 我们到时候再请执行长 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 一个说明跟顺序 好 谢谢 对 但我现在想到就是 你说轻盈共居 那那个新医师 您觉得怎么样 我刚刚 这个概念我觉得是 国外引进来的 但是适不适合我们东方的文化 我觉得有待观察 但是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我们华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就是对外人都会特别客气 对 对亲人呢 是 就完全没有那个界限感 真的 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在外面工作 EQ都100分 回到家EQ 0分 EQ都在外面用完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回到家 看到的是一个 类似像室友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你的礼貌 或者你适当的那个界限感 还是会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有点黏 又不太黏 好像就是这个 轻盈共居的一种状态 周日晚上11点 记得准时收看 超临时牺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